向焦点来看红海董事长郭台铭最近频频跟前立法院长王金平隔空嗜好 传出郭董耀亲王拉朱组抗韩联盟 而听到这个消息郭台铭严正否认 强调他跟韩国鱼是兄弟绝对不能分裂 还说应该是组织抗英联盟 王金平也说抗韩联盟这是什么奇怪的组织 朱立伦则笑说如果有抗韩那有没有防台呢 最后还补上一句还是太阳出来好了 三个人口径一致否认抗韩 兄弟之间哪来对抗 红海董事长郭台铭说他脑袋很清楚 郭韩不能分裂 没有听到任何抗韩连线 我们两个如果不能和团结合作 那我想我们有赢的机会吗 应该是郭台铭也好 韩国鱼也好朱立伦也好 王金平必须组织一个抗英联盟 但初选还是必须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王金平退出之后跟郭台铭走得近 韩国瑜突袭拜会 韩王见面不到十分钟就结束 但会后却抛出郭王会的消息 团结的背后王金平跟谁比较亲近 显而易见 不只王金平对谁有好感很重要 邮认认为郭台铭现在是一边把韩国瑜 拉来当兄弟 另外一边亲王拉朱 国民党的这个初选跟灾防中心都有点关系 抗韩联盟那我们是不是要成立防台中心 我想最后还是太阳出来比较好 不过截至目前为止 朱立伦仍然期许自己当国民党的太阳 不管是抗韩防台还是要防晒 初选时间靠近 国民党即将风云变色 记者吴云轩 刘一俊 徐志迁综合报道